本期参与竞聘的是由杨石头和潮汐两位导师领先的战队 面对即将开始的比拼 两队将会展开怎样的较量呢 好 我们来看到今天的发布的第一个职位 市场拓展 我觉得这里面有拓展经验的就是郑宇 好吧 那我们第一员虎将出马 先锋 小荣可以进这个市场拓展 注意你的那个对手是有五大三出的 对吧 你不是跟他去正面PK谁比谁能说 而是你比他更精准 以点数的方式应问 没问题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位选手 来 掌声有请 大家好 我叫王荣 现在是一名大词学生 我在校内学的是经济专业 同时也在校外学习了CFA和FM的课程 现在正在备考阶段 我自认为还是个多才多艺的女生 从五岁起开始学习舞蹈 包括芭蕾舞 民族舞 踢踏舞 拉丁舞 并因此获得过许多奖项 对于一家企业而言 拥有我就相当于拥有了整个年会 希望各位老师多多关注我 谢谢 他是来参加年会的 王荣之前呢 在学经济学的中间 有很多的数据分析的这些技能 所以他在去增量的这些分析能力上 他是有他的优势的 所以有推荐 来 下一位 大家好 我是竞聘者蔡正宇 我的人生个演示 新陈梦想脚踏实地 我本次竞聘的岗位呢 是市场拓展方向 希望在座的各位企业家 能为我留灯 感恩与您在这里相遇 谢谢大家 我觉得在职场面试当中啊 有过类似的从业经验 而且是有过成绩 更容易快速地匹配到这个岗位 曾宇就有过拓展 市场区域经理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 所以说这个人特别适合这个岗位 而且我相信他能做好 蔡正宇啊 都说英雄难过美人观 你跟一个美人竞争一个吃饭的饭碗 你会怜香惜玉吗 我需要为我的生活 为我的目标奋斗 你结婚了吗 结婚了 那你就可以狠一下心来了 好不好 你坐那儿吧 在小本上 记记这姑娘的一些缺漏 好 你毕业了没有 现在大肆在读 你刚才介绍的时候说 这个一台年会 只要有你一个人就够了 对 差不多吧 你有多多才多艺 就是舞蹈吧 我学的挺多的 然后其他音乐方面 我会打架子鼓 然后兴趣爱好也比较广泛 我喜欢自由泳 然后单板滑雪 还有平常也会参与些男生的活动 比如说看看足球 打打篮球之类的 还有羽毛球 有什么你不会的 也有很多吧 你会打桌球吗 桌球不会 终于找的一样不会的 你还做过节目主持人 对 是做过一档 那个网络综艺节目的主持嘉宾 跟郭德纲老师合作的 你是什么角色 我是就是相当于一个捧跟的角色 因为你是国家注册运动员 对 这个国家注册运动员 也是我的体育舞蹈专业 就是国标舞 小的时候先学民族舞 就是考一级过一级 参加一个比赛就得奖 就是觉得这门就可以了 然后可以换一门试试 我觉得他挺优秀的 颜色也好 各方面条件包括学历都非常好 是一个很强的竞争对手 我觉得你的这个选手 真的是多才多艺 就是基本素质特别好 有点担心我的这个选手 虽然多才多志 这是个素质 但岗位还是要去讲他的专精 所以他后面的岗位的PK 才是关键 那你现在在工作吗 我现在没有在工作 之前有几段实习的经历 最近的一段实习经历 是在联想总部 然后做供应链数据支持专员 你有想过走媒体的道路 什么主持人 艺人 这种我觉得我还是资历不够吧 就是不是科班出身的 不专业的事情 咱们最好还是别干 所以你愿意把这些东西放下 去做一份市场的工作 那些东西本来就是年轻的时候 我觉得好玩可以尝试一下 都算作业余爱好吧 还是要回归正业 你有听说过一句说 青春不用的话过期会作废的 我觉得我青春已经就是用过了呀 该有的一些风光光光的 光纤亮的那些事我也都干过了 王荣你是在这个场上第一次被涂老师左绕右绕 左隐又隐又隐又就是纹丝不动的一个人 真的是不容易 我觉得涂老师绕的挺苦的 你看 我什么绕的挺苦的 我就是想问问他 不是其他选手经常被他带到沟里你知道吧 就一带就找不着好去 今天是想死是吧你 哈哈 路长绕来绕去了 昊阳你是最近好好多期以来第一次这么支持一个选手 人家就从来没听过这样的 对啊 我觉得第一我看到他的简历啊 再加上他一上来 我觉得他会是一个特别高傲的人你知道吧 我觉得我上来就想批评几句 结果他从头到尾都是谦虚 昊阳那个因为我是选择他是有考虑的哈 你觉得以你的审美 你觉得王荣是一朵什么样的花 女人如花 我觉得他是一朵蓝花 好 因为他不像牡丹一样说我热血啊怒放啊 我就把别人的风头都抢掉了 他不是的 他可以去隐藏自己不断的放着优香 然后呢让懂人懂的人去吸引 好 王荣同学 你认为你是什么花 我认为 我是一 一只梅花吧 温柔坚定 卫达的好 你被错了 被错了 你给他什么词来让我听听 我是跟他说 如果女人如花的话 你在这个场上要变成一朵棉花 坚定勇敢 简单温暖 就赢了 诗诺哥 这次我觉得王荣定位比你还准 为什么呢 他有这么多的才艺 有些还不错 那都是苦练出来的 你不懂立宗 挖定位比咱俩都好 我尤其觉得他那句话说的还可以 他说我的青春已经用过了 那些出名的事 灯光下的事 我也都干过了 也就那样 他如果能够把这事 看得这么轻的话 相信他做这份工作 还会比较踏实 那我就问一下 你要求的薪资多少 我要求的薪资 其实刚才那个石头老师 跟我说 让我说5K加 但我还是想给自己提升点6K加 为什么不听石头老师的话呢 因为 还是得有点自己的想法嘛 你刚才你一直上来都很自然的 怎么突然之间来这么一下子呀 这不是你风格啊 你平时跟交流 是不是也是这种风格 就是要给大家一点惊喜 我发现他有一正一邪 就正的能很坦然地说 邪的那种女人的妩媚 我的天哪 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女人 她的妩媚那件事也稍微有点过 她的妩媚那件事会显得小白 对 那王荣我告诉你 刚才那个非常的减分 为什么呢 因为刚刚利浩阳 刚刚表现出来对他的欣赏和喜欢 他马上来谈价格了 而现在为止 你觉得大家还没有看到他真实的能力的时候 他瞬间因为一个男性的欣赏 迅速提升身价 我觉得这个逻辑是错的 我觉得不是因为你好羊 那应该是因为自己吧 但是状态不对的 因为这个环节 这个环节 我觉得在这个时机 提这个点是错的 他应该本身上场之前 他心里他开的是八千 对 石头哥叫他开五千 他说他心里可能想 我觉得五千低了点 所以我到六千 对吗 我觉得八千低估了 就凭石头哥给他定位了棉花 这么好的一个说辞 他现场故意抛弃不用 我相信不是他不气的 他说自己是梅花 就是因为他想表现自己的见解和看法 而且呢又特别准 我们来听一下当事人自己的回复 就是我觉得马老师那样理解 其实也就我能理解 但是其实我真实想法 还是跟赵总说的是一样的 我觉得你提一千块钱没问题 你突然之间点那么一下 哎呦 真是给我这惊吓 是的 六千 有地狱限制没有 地狱限制最好是北京 因为家里在北京 然后我想着以后照顾父母 也方便一点 你要的是实习稿还是正式稿 正稿正稿我是英介生 来吧 哥们儿 小本上都记得这姑娘一些什么问题 第一个他多杀多艺 一台晚会有他就够了 我个人觉得他应该去带动一些 其他无法表现自己的人 去提高那些人 而不是你觉得太喜欢抢抢 其实我希望他应该成为一个 衬托别人的人 然后我觉得他既然跟德纲老师合作过 我觉得其实德纹社的很多岗位也很适合他 比如说帮他们去安排一些刑场 去帮他们去做一些活动 我感觉这个会更适合他 我当时就觉得特别屋里头 你知道吧 莫名其妙就被分配到德纹社去了 然后当时就觉得挺逗的 终于你前面的评价其实还蛮中肯的 而且甚至有一些犀利 我觉得对你蛮有好感 但最后一个特别减分 因为你最后一个 其实是有嘲讽意义在里边的 没有 我觉得浩阳你说的不对 我觉得他不是嘲讽 他是天然的本能的做一个男性 认为这样的一个年轻女性 应该去做助理 我完全不同意 我助理是刚刚他说出来的 他刚才听话听音 我觉得意思是 他甚至有点配不上在座的写家 而你就去个德纹社随便做个什么职位 什么职位都行 他当时不是说助理 你们看一下甄宇的那个简历 他之前有六年只是在做装修自己创业 他知道要把握机会有多难 他未必是在嘲讽 他是有一点点自卑 我们来听一下当事人 就刚才他说让你去德纹社 那事你心里咯噔一下 你想什么呢 这个时候我想引用一句 我导师的名言 不与别人争是非 只与时间抢未来 看见导师笑的 你导师满口金句 你都给背下来了是吗 那是 行 挺好的 来 你们俩换下位置 你也在小本上记下你 好的 所有的怨恨 对不起 我们刚才猜说你心里 可能会有一点点打鼓 可能觉得赢不了他 是这样吗 首先 我并不认为 行政助理这个岗位 有多么低 我来到这个平台 就是想为自己争取一个机会 你曾经六千公里骑行 我骑行到拉萨 你说一下 在这一路的过程当中 遇到的最大的危险 最大的危险是 就是我们在那个攀岩道骑行的时候 可能会不会有石头掉下来砸到 那你为什么要面临这重重困难 还要骑行去呢 想告别原来那种生活状态 我想活出自己的人生架子 你原来的生活状态很不好吗 我是06年至12年做的是健身行业 那么我从私人教练到销售经理 到拓展经理到运营经理 到总经理助理 我是从所有的岗位爬过去的 所以你认为你的性格 还有你的经历 我很踏实 在做市场拓展上面 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我很踏实 我会通过自己的时间 去了解公司所有的东西 然后把公司引领到每个方向 你要求薪资多少 一万加吧 你可比他高说4000呢 郑云你自己评价一下 跟这个王荣的这个表现 你们俩谁更好一些 他比我的表现好 那那你的报价就比他高 对这个怎么解释呢 我觉得我需要生活 你特别要面子吗 没有 我觉得你特别要面子 其实说去贫心而论的话 我觉得在第一环节 其实你比他表现好 因为在一场绚烂的华丽的东西过去之后 我发现你挺实在的 谢谢 你要求薪资多少 你调不调你自己随便 三千几吧 啊 三千几 又变成了三千七 这个就太不客观了 来来来来 你倒是 这个没听我的 我 那样吧 那个 我真的是左右不了 左右不了你的选择 他真要面子 对我 我马上就这个把这个价格压到三千 索性我就不要面子 我不要走极端 首先 我觉得你是有工作能力的 而且你 关于市场拓展这一块 你一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讲 这是你最大的失误 而且关心酬方面 你上一次工作的薪酬是八千底薪 如果咱们又对自己有信心的话 我觉得叫八千是合理的 而不是说一万一下子转到三千 这个其实对你来说 走极端并不是件好事 来 我们来听一下 这个女生本子上都记了一些什么 首先 我觉得她刚开始 还在纠结什么助理的那个事 就有点 你看她最后自己 想展示自己最优秀的地方 都没有时间了 就有一点浪费自己展示时间 然后就是 给我的感觉 她整个人的这个工作方式 体现得比较软 没有那种销售的冲击力 因为 你有 对 我还真有 其实我在银行实习过 然后我是做这个信贷金融业务 30个工作日 我成功做出了两户 对于一个实习生而言 我觉得这个是 能拿得出手的一个成绩 然后 就是她刚才还说了一句话 就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她说 我是一个很踏实的人 我想用我这份踏实 就是了解公司所有东西 再把它推给别人 我觉得这个是 我不敢苟同 因为我觉得市场拓展 什么是市场 市场就是用户 拓展 我们要做的是 要去了解 了解用户 了解人群 了解人群的共性 和群组的差异 然后我们要再往身里 去了解他们的需求 了解产品的需求 安抚缺口 你稍等一下 哎 蔡正宇 你听这个小女生 刚才说的这么一大段 你心里啥感受 就是我给大家 我不是说真实能力 我就说如果你来说 你觉得你能说的比她专业吗 我觉得我不输给别人 行 行